日前baby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美食照 并为此配文 今天的午饭是道具 还配上了一个偷乐的表情包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这片中 先是不是一碗炸酱面 也已经被他吃掉了大半碗 但是上面还留着不少的瘦肉和香菇 依旧让人看着唇形欲滴 不得不感叹 这剧组的道具也做得相当的到位了 这也让人更加期待baby和赖冠林主演的新剧 前不久 恰逢baby的新剧开机 黄小明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桌子的美食照 餐桌上还有小海眠的专用餐具 baby的水杯 这也被猜测 他们是一家人在一起聚餐 如今baby特意分享自己只能吃剧组的道具美食 不知是否在回应黄小明的隔空邀请 期待着自己能前往中三天五 享受更多的美食 喜欢就定越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